劳保年金2009年上路以来 首次启动了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涨机制 劳共部长潘世伟指出 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已经超过5%了 5月底前将会公布调整劳保年金调幅是5.2% 而年这个月底呢 给付的年金就会调高 预计呢6.9万名的退休劳工就会受贿 平均每个人每个月会增加多领674块钱 但是对这个调涨的数字 有些老公觉得不无小补 但有人反映 应该是要年年随着物价调整比较合理 双手快速不用5秒就能包好一个小笼包 当面临师傅30年就快退休了 听到劳保年金 今年总算每个月要多增加674块钱 老师傅猛点头说不无小补 当然是好 600多块钱 可以多多以上 然后越多越好 还有这位卖高品 20多年熟日子等着退休 虽然劳保年金每个月可以多领六七百 但比起物价上涨的感受 他说似乎还是差了点 5%还是远远不及涨的苦度 那是肯定啊 目前来讲是这样啊 因为薪资也没有说做一些特别的调整 劳保年金2009年上路以来 首次启动相配者物价指数调涨机制 由于物价指数累计已经超过了5% 劳动部5月底将会公布调整 劳保年金调幅为5.2% 到6月给付的年金就会调高 预计6.9万名退休老公受惠 平均每人每个月会增加674元 虽然多补贴了一些 但还是有民众认为 应该年年随着物价调整比较合理 每年做调整啊 随着物价调整嘛 这样比较合理 这样对这样比较合理啊 除了劳保年金调涨 有372万人投保的国民年金 估计最快明年1月 也要随物价指数调高投保金额 保费至少增加38元 但国保的老年生育等五项给付金额 也会一并调高 估计会有55万人受惠